以下来就会由我为大家分享 关于Liz B歌曲的处理小心得 Liz B歌曲大多都是浪漫时期的作品 所以在节奏的处理上 自由度就会比较大一点 你就可以更加可以发挥到表达你的感情 而刚才Mr. Pratt,李斯兰都提过 有些乐曲在Syllabus里指明了某些调 其实你不需要按那些调去唱 你就可以按着你自己的声音的适合 就可以把歌曲移高移低 找你合适的声音去表达那个乐曲也可以 而Liz B的乐曲多数都是艺术的歌曲 所以可以让你们转了调来唱 另外,五级和六级Liz B歌曲有点不同 就是在Language的requirement上 因为五级的考试 你是可以唱翻译的 就是说我不想背一些爱文的歌词 那你就可以选择唱一些已经出版的英文翻译的版本 但是六级的就不行了 你就一定要唱它的原文 还有六级是有语言的限制 你在四首乐曲里面 必须要包含了两种不同的语文在里面 而我们稍后就会有其他的歌唱家出来 为大家示范几首Liz B的乐曲 Lang Lang